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介绍的是鲜肉咸汤圆 从皮到馅全手工制作 煮出一碗肉馅咸香的汤圆 加上丰盛浓郁的汤头 魅力无人可敌 红葱头是咸汤圆当中的要角 向制作肉馅的第一步 就是要先将红葱头炸到金黄香酥 猪脚肉以酱油 糖 香油 白胡椒粉 五香粉调味 加入红葱头酥搅拌均匀 最后加一颗蛋和太白粉 让肉馅更黏滑 汤圆皮就是以糯米粉加水制成 但不是拌一拌就好 要先揉成米团后 取一小块 也就是硅脆 入滚水煮到浮起来就是硅脖 再拌回米团增加粘性 揉到米团软度适中 接着捏出一小块 搓成圆形薄皮 将肉馅包进去 注意包汤圆时手指可以沾一点油 放生汤圆的盘子也加点粉 皮才不会沾粘破掉哦 包好的汤圆就可以加到滚水里煮到浮起 咸汤圆的汤要好喝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爆香 先将泡过的干香锅和虾米加油爆香 然后加入肉丝拌炒 倒肉变白略熟 加入刚才炸过的红葱头酥 加蒜苗 白胡椒粉 炒到香味四溢后 可先将料盛起 圆锅保留炒肉的香气 加水煮滚 下铜蒿烫熟 将汤 铜蒿 其他汤料 以及清水煮熟的咸汤圆盛入碗中 就是热乎乎 香喷喷的咸汤圆啦 历史悠久的酒酿是以糯米为原料 和发酵的麴结合后 会产生一股酸香酒气 加入桂圆 再配上台湾人最喜欢的甜汤圆 就成了许多 江浙菜餐厅的代表甜点 煮酒酿汤要先煮桂圆干 煮到桂圆膨胀 再加入冰糖 增加甜味 然后就是主角之一的酒酿 特别一提 煮甜汤加盐才不会过于甜腻 将蛋打匀后下锅 让糖更增添滑顺感 甜汤圆则是另外用滚水煮熟 像这样子浮起就OK啦 煮匀的酒酿桂圆汤 加上汤圆 哇 冬至吃这样一碗 绝对是大大的享受 汤圆不止煮汤吃 其实还能衍生出其他创意做法 像是以酥皮包裹 烤到外层酥香金黄 内馅如马鸡般Q弹卡锡 还可以吃到香甜可口的汤圆馅 这样的点心多么诱人 煮酥皮汤圆 汤圆要先退冰至常温 方形的酥皮对半切 再对折包起汤圆 桌面或砧板可以撒薄薄面粉 以免酥皮沾黏 便用叉子再边边画出纸状刻痕 酥皮表层刷上蛋液 撒上芝麻 进烤箱 以180度 烤12分钟 等到外表金黄蓬松 带点油亮感 就可以上桌 千变万化的汤圆 想吃哪一种就吃哪一种 是不是很想立刻动手做做看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